Hello HiHi 又是星期日 這個心同感受的時間 我們在等人進來 每次都有一個小朋友 在旁邊陪媽媽 等明天進來 明天有沒有人知道 我們開始早上 有些耐性 哎呀 還沒戴 打黑漆 對 我知道 打黑漆在前面 不用走開 JJJ JJ你不用動 你留在這裡 我拿著手 打黑漆在前面 咦? 咦? 不在? OK 等一會 我進去拿回 有否放我呢? 很快 怪你 OK 採摸 好 3 1 1 2 我又把你撥回你的嘴唇 嗨嗨 邪惡的媽媽又補你的嘴唇 OK 沒中 乖了 剛剛怎麼 好 OK Here we are Hi everyone 咦 都有些反應了 今天會不會講代課嗎 有時間可以講 我的朋友Auntie Anna 就已經說Hi Parsley Hello Parsley 你可不可以給一些專業精神做節目 好乖 OK Hi everyone 今天我們會講幾件事 我會有些個案分享 還有就是 怎麼了 我會有些Announcement 還有一些個案分享 兼夾當時有些新的資訊 讓大家了解多一點 OK 我想講到下一集開始 飲食方面 我們可以講完這集 但我想下一集開始 就可以move on to 多些不同的話題 就是 生紅了這麼多集 其實呢 我一直都是講的 就是說 你聽完 一個星期才只有1,000多集 你聽完之後 你的資訊真的未必足夠 你是會需要自己上網 再做多些research 這樣東西 原來是會出事的 就是為什麼會出事呢 就是 那些人 就不知道上了什麼網站 沒有名無姓的 不知道什麼人 就隨便用一張word 就打了一些東西 或者是電話裡面的note 打了一些東西 之後就放了上網 接著呢 就問我 就傳過來 就問我 就說 這個行不行 是不是這樣的 生同飲食 是不是會傷腎的 生同飲食 是不是會抑鬱症的 生同飲食 是不是會怎樣 是不是會怎樣 這樣 這樣呢 我就問她 我說 其實那個source在哪裡 她說 台灣其中一個網站 或者其中一個網友 這樣 我說她是什麼 qualification 她是什麼背景 這樣 這樣 就說她不知道 這樣 甚至這篇文章 根本是沒有人名的 即是你直接trace不回 她是誰寫的 我呢 就一直都在說話 就是 舊的節目 舊的生同感受 我是丟了一堆link 包括你要recipe 你要reference 你要reference 絕大部分都是英文 為什麼呢 就是 那你沒辦法 這件事真的是西方社會的產物 like I said 在1921年 sorry 貓毛 大家不明白為什麼我經常弄我臉 因為貓毛黏在我臉上 經常都是這樣 1921年 from male clinic 他們發覺 他們 搞 這個有epilepsy 底� Dot 看 上了幾 stellen 你的孩子 感到四常瀓 都沒什麼用 而 生同飲食這個方法 效果很高 所以 這是西方性的產物 現在大部份的 領導科學家 科學家 專家 都是在英美 所以資料大部份都是英文的 但不怕的 因為有些網絡的軟件 可以將內容轉為中文 假如你喜歡看中文的話 我們今天會說幾件事 繼續跟食物有關的內容 例如我會說什麼 正經話題 但你知道我在未正經之前 我一定會不正經一段時間 我會說這個 為什麼不要吃水果 然後我們日常生活中 一定會接觸到的就是 所謂的健康的油 就是Poly Unsaturated Seed Oils 問題出了在哪裡 我也想說在意大利的POP地方 這個跟我之前罵了一集的 Ancel Keys有關 Ancel Keys的晚年 用了三十年時間住在POP 後來搬回美國 但他有三十年時間住在那裏 然後也想說這個 就是Warrior Diet Warrior Diet和Keto Diet有什麼關係呢 和斷食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今天會遇到的 在我還沒說這些之前 我就想先做一些 Announcement 先讓我分享了生童感受 生童感受分享了未來 好像未報 OK 你們留住言 讓我知道你們的存在 好不好 來吧 我先說了一些 Announcement 相關的事 就是你們知道 我其實在過去一個多月 我就有 主給不同的Cancer Patients OK 那麼 我做這件事 我覺得好事 因為第一 如果那個Patient 他本身有Cancer 他身體可能會比較 體力比較差一點 比較累一點 要去覆診 要去看醫生 沒有什麼時間 如果還要兼顧家 還有還要上班的話 我更加沒有時間 與其你在外面 不知道吃什麼 又或者你自己在家製作也好 但你可能 會不知道 那些東西用得正不正 份量掌握 怎樣 不如我 代勞 我代煮生同餐 但是 我可以 過多兩個月之後 我可以說 其實這件事出來的效果 並不如我所期望 意思效果不是說 Cancer Patients 吃了之後覺得 身體差了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整件事出來並不如我預期中 我簡單地說 我是不開心的 經過這幾個月 因為為什麼 so far 有一個令我很開心的一個客人 OK 那個客人 他就 之前我有一集節目裡面 我播了一個錄音出來給大家聽 那個先生 報告給我聽 他的太太是個Cancer Patients 告訴我他的進度是怎樣 他第一天就覺得 他第一天就覺得 精神好了 就出去剪頭髮 然後 兩三天後覺得沒那麼累 開一教訓天亮 沒那麼痛 有這些很好的 feedback 他會告訴你情況是怎樣 so far 我有這個patient which unfortunately 即是我現在都很不開心的 就是他後來中風過了身 另外一個就是一個孝子 他爸爸就有直腸癌 做手術 但手術裡面又做得不太徹底 又不是很完全的成功 變了他的排泄物 就漏了到腹腔裡發炎 我身體就有很多 complications 病發症 但這個是一個孝子 他經常都update我 他爸爸的情況 so far 這兩個客人令我很開心 但是其餘的Cancer Patients 我可以說我實際是manage到 不是因為要煮 那方面令到我覺得很心力交水 而是要manage他們每天 會出現不同的花神 令到你很心力交水 例如他很committed地走過來 跟你說他要開始了 他要生童了 請你幫他準備 我每次都會說一句話 我就說 這件事是不是真的對你 會有很大的幫助 我不敢說 100%一定可以 我們是根據糖是利用 sorry 我們是根據癌細胞用糖 這個medical and scientific fact OK 而Ketogenic diet 就是right on這件事 就是令到癌細胞沒有食物供應 從而餓死它 當然我做的生酮飲食裡面 不單止餓死它那麼簡單 也有其他的內容 包括增加你身體抵抗發炎的能力 就是天然的消炎藥 抗氧化劑 十字花科的蔬菜 魚肆等等 但是頭痕在什麼呢 我舉個例子 就是有一個老人家 是他的兒子找我的 去煮的 那我就煮了一碟 我自己覺得很好吃 我覺得 哇 perfect dish 這樣 為什麼呢 裡面 老人家不喜歡吃西餐 炒麵給你吃 炒麵就是舉藥炒麵 沒有carbs 裡面就加了椰菜花 加了少許椰菜 加了Kimchi 你說Kimchi 為什麼是perfect呢 Kimchi 因為它有益生菌 它是發酵的食物 是對病人的gut health 就是長度健康是好的 然後你說椰菜 椰菜花和椰菜 就是十字花科抗癌的聖手 然後我就加了蒜蓉 加了薑黃素 胡椒粉 用椰子油煮 哇 我自己吃都覺得很好吃 誰不知 兒子跟我說 他媽媽的反應就是 什麼意思 印度食物 咖喱 很難吃 這樣 這不是第一次了 再來就是 沙文魚 煎了沙文魚 可能要跟西蘭花 跟其他蔬菜 然後 很難吃 又是這個 噁心 不要 這些反應 那你說是不是那個 新童飲食出來的效果不好 所以老人家驗三驗四呢 喂不是 它由400多 的CEA指數 它由400多跌到100多 即你可以說是 那個improvement是七成 是去到原來的三分之一 一個月之間 那你想著 應該開心吧 但原來是不開心的 原來 是 嫌三嫌四 不喜歡這樣 不喜歡那樣 這樣 所以 我用三個字 我想你們可能有聽眾 會覺得我這樣是不對的 但是 我真實的感受 我覺得是脫腐海 我不再需要煮給這位老太太 我覺得是脫腐海 因為我覺得 好了 比如一個月之間 這個月之間 證明到給你看 生酮飲食 是對你的病情有幫助 那你自己 carry on 因為我沒有辦法 去滿足到你的不同的口味 然後他又似乎 去影響兒子 令到兒子覺得 喂 是不是 那些東西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我媽媽會瘋 那我就問他 我說 是不是肚痛的 這樣 他說沒有肚痛的 我說 我說這樣 可能椰子油下得多了 因為 油多是一個 有輕舍作用的 就是 有輕舍作用 那為什麼我媽媽便秘 我叫我媽媽吃椰子油一樣 那當然我沒有再解釋給我媽媽 為什麼椰子油 不是橄欖油 不是牛油 因為椰子油也是補腦的 對腦的健康很好 還有椰子油會令你身體生酮 我已經不解釋這些了 你知道老人家 你盡量簡潔 但椰子油絕對對便秘 對潤腸有效果 所以 可能油多了 他媽媽便餓 不肚痛 但他似乎是一直影響過 兒子 又難吃 又什麼 又醫又腦 老實說 如果那個人是我自己媽媽的話 你當我回到2003至2005年 我媽媽淋巴癌的時候 我會跟我媽媽說一句話 我就會說 再不好吃 都比藥好吃 Think about it It's this simple OK 你會問我 你又是西蘭花 又蒜蓉西蘭花 又是椰菜 椰菜花 然後 芥蘭菜心 那些 為什麼 你不可以做豆豉鱗魚油麥菜 這樣 我會回答你 大哥 豆豉 是有賀爾蒙的 那些荷爾蒙是會interfaire 你身體裡面的藥物 那些supplements 和你本身的荷爾蒙系統 第二 鯉魚是罐頭的 代表什麼 有防腐劑 還有 你不知道的可能有重金屬 對不對 我說我不知道 我沒有親自拿過那罐去化驗過 還有 油麥菜它不是抗癌性手 那你問我 你也可以做個好吃的沙律給我 你做個海鮮沙律 我現在會做海鮮沙律 我畢竟是拿過很多個獎的廚師 但是 我是要想 你在我家取消了之後 回到你家的運送過程 天氣這麼熱 你想吃皇帝蟹 你想吃龍蝦 這些蟹技能吃 但是 生的又怕運送過程有問題 熟的 問題也不大 問題是 它裡面 太瘦了 它沒有什麼脂肪 蛋白質太高 會怎樣 它會 amino acids 可以被轉成糖 glutamine 這樣 我認識的 但是你不認識的 但是你就是 這麼多年來 你的飲食方法 得罪些說句 是可行的 你不弄成這樣 是不是 這位老人家 他的想法就是 就是 吃東西不要太油 不吃飯沒有力 吃完飯之後 吃水果才健康 是不是 那你就四期肺癌了 那你現在 你可不可以 你一個月時間 你一個月 你包容些 你一個月 你不要管 又是三文魚 可能你喜歡石斑 你喜歡外面的清蒸方法 但老實說 你就算當我 可以清蒸給你 你回到家 再熱 它也不是這樣 都是 對不對 但是石斑 Garupa 比起三文 為什麼選擇三文 因為三文裡面 Omega 3高 因為癌病 其實是一種 發炎的狀態 對不對 那 好了 不三文可以 那我給你 青魚給你 好嗎 青魚比三文更高 那 我就跟你轉 有時候吃青魚 有時候吃三文 有時候吃沙甸 但是沙甸 我就顧慮到老人家 要吃那麼多 有骨的魚 不是那麼好 罐頭沙甸 又怕重金屬 又怕有防腐劑 所以其實 我很難做的 老人家 或者是我其他的 cancer patients 很難做的 我please不到所有人 我只能夠 是巡視要有最大的效果 因為我的目的 我就是要你一個月之後 你再回去 做這個驗血 做身體化 就是那個抽血報告的時候 你出來 是可以剩下兩成 一成 你明白嗎 你想想之前 那個新聞 美國 CBN News 那個人 那個鬼佬博士 他給三個不同的癌 就是腫瘤醫生 專科醫生 說他剩下三個月的命 他自己回去 聽到有生酮飲食 他用三個月的時間 完全清楚 喂 我現在 煮的癌症病人 我要你給我一個月的時間 是不是 我不是叫你給我三個月的時間 而一個月裡面 我告訴你 我真的是 你當我吐苦水 我是辛苦得 我是沒有放假的 你明白嗎 因為我不是主六天 看一天 主六天 頭一天 我不是 我是三十天 要煮足三十天給你們 我沒有假放 你以為我都是每隔天來拿 例如我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五 你星期二 四 你就放假 其實不是 因為我們要準備 你明白嗎 所以 我就發覺 我真的 I tried my best OK I really did 我 我可以煮fancy些 Trust me 我可以 like I said 我是一個廚師 我為什麼不可以fancy些給你 我可以 我可以做這個 海鮮的文字燒 大阪燒 即日本那些 是不是 但是 為什麼我不做 因為 裡面的carbs 相對都是高 有一集我都說 我有酒棧位 我可以喝椰汁 我可以吃藍莓 士多啤梨 OK 我可以做這些 kido pancake 大阪燒 文字燒 或者是 我可以做一些 chocolate coconut fudge 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現在 so far還是健康 我沒有cancer 我可以 tolerate到 它裡面可能 net carbs 有五個gram 六個gram 我不過二十就可以了 大哥 你是一個cancer patient 你明不明白 你沒有這個走棧位 你的carbs 是要接近零 你越低越好 你猜我不想花生一點 讓你開心一點嗎 你開心一點 你就不會給我這麼多說話 我也想 但是大哥 我是一個佛教徒 有因果責任 我不是欺騙你 然後好吃好吃好吃 然後一個月之後 你回去檢查 咦 跌了一半 或者可能跌了兩成 這樣 我不是 我是要你 真的可以 after 一個月 好像那個 閹簽腥悶的老人家 阿太 這樣 是由 四百中 跌到 百領 OK 不過百五 我記得 跌了七成 大哥 你想怎樣 你怪怪三文魚 你怪為什麼 不是 什麼魚都這麼高 Omega 3 為什麼 吃來吃去 十字花科都是那些菜 因為我給你 火箭菜 你也不適合 你也會嫌別人苦 你也不喜歡 我這一個月 我告訴你 我真的吃力不討好 你繼續聽我的聲音 大家聽眾 做朋友 聊聊天 OK 這個是一個 另外一個 又是一個老人家 就是胰臟癌 胰臟癌 你知道 不是一個好的癌 它是局部 沒錯 但是 胰臟癌 因為很難detect 很難發現 所以往往發現的時候 都已經是末期 不例外 她也是末期 但這位老人家 她的女兒很孝順 她的女兒 都 跟我 是 心同感受 跟她節目名一樣 諧陰 就是覺得很吃力 因為我們 無法管理她的情緒 她經常說 又覺得 份量太小 又覺得油不夠 又覺得自己瘦了 我這麼瘦 我怎麼做化療 我要大份點 我要多點肉 你多加點油 這樣 我解釋給她聽 我說 肉太多 蛋白質 會被轉成糖 那就defeat了 purpose 就不行了 多加點油 你會餓的 OK 我不能加太多油 給你 夠的 接著我跟女兒說 其實你回去 你 煮熱之前 你看一下 盒子 整盒 都是白色的 她說 我看到她不敢吃 我說 你不用怕 椰子油 是藥 橄欖油 也是藥 是藥 是藥 也是藥 也是藥 我說 你給你爸爸看有多少油 但是 當你一個人 在一個極度思緒混亂的情況之下 以及 多疑 慌張的時候 你可能真的說什麼都聽不到入腦 他就覺得 不夠油 我瘦 我瘦 我瘦著 但是 你瘦未必是一件壞事 你看看你的血糖 你的血糖由 大佬二十多 回到五六 你想怎樣 你知道嗎 如果內分比科醫生 或者你本身有糖尿 你看看 大佬你不用吃藥 This is a beautiful an amazing side effect 一個很正 求之不得的副作用 是不是 他在未生酮之前 閒閒地 十幾二十個 即是 講血糖 現在回到五六 那 很正 你不用再吃糖尿病藥 你癌症 症癌症 好之後你就可以搞定 但是 and again 我不斷收到訊息 說醫療不行 那樣不行 你不如整隻豬手給他 ok 所以這個case 到最後 又是一個月 我覺得 唉 功德圓滿 ok 那 你 祝福你 早日健康 康復 就算了 我真的沒有辦法 走去 再繼續 去療理 去照顧你 那 我解釋 又解釋了 我又 解釋了很多次 不是 不是一次 是解釋了很多次 不斷地調節 甚至 是 哄哄你開心 做一個 Keto的Waffle 給你吃 這樣 那 但是 Keto Waffle 為什麼不每天都吃 因為 裡面的carbs都是高 還有 sorry 但是 杏仁粉 椰子粉 不會幫你對抗cancer 但是 十字花科 會 Omega 3 會 薑黃 蒜頭 會 ok 所以我要 在保障你的健康 能夠得到最大程度的康復 的情況之下 我是要 就是這樣 煮這些 你覺得又是這些 是的 真的又是這些 是的 因為 我想你好 因為我要負責 我收了你的錢 我要負責 但是 你們就說 那你收人錢 你就不要那麼多爹 都對 我知道我收了錢 但是我想多說一件事給你們聽 以及給這些cats and patients聽 其實 我平日 我煮給一個 正常的客人 ok 你知道我做飲食 我做私房菜 我每晚 我只要開工兩三個小時 ok 我煮六個菜 我賺的錢 ok 我說face value ok gloss ok 那種 是等於我煮給cancer patient 一天三餐 加所有飲食 所有的總和 兩條數是一樣 但是 那個時間的投放 是多很多倍 那個成本是貴 很多很多倍 為什麼 因為cancer patient 吃的肉 海鮮 要是野生 布鑊 要是沒有打抗生素 沒有激素 沒有荷爾蒙 蔬菜要空運 有機 certified ok 椰子油 第一 大家知道很貴 我還要用centrifuge 就是透過高速旋轉 拼出來的椰子油 很小 這樣 100多米 就已經300多元 很貴 煮給你們的奶茶 當然有機 油 grey 還有用flex milk 不是用熱水煲 是flex milk 70元 不夠一日用 所以 我有少少是做到 我自己都覺得 我是貼錢買難 不是 貼錢 我是 yeah 很難受 那我的announcement 就是我不會再煮 我不會再做cancer patient 我不會再代煮 不會的 ok done and over with 最後一個case 跟大家share 我說cancer patient 我待會會有些 跟健康有關的case 跟大家share 最後一個是很新的 新鮮鬼異藍 有cancer的 是個太太 很年輕而已 50頭而已 50多 一點點 這樣 那個先生是一個很 很溫文意牙 很有禮貌 很客氣 的一個很好先生 很support 他太太 很好的 ok 那個太太 就 跟我說 初時的時候 就 她說她要 吃了 生酮飲食了 叫我幫她代煮 我說沒問題 我說那個費用 每天是多少百萬 然後 total一個月就是多少錢 然後另外加 supplement 多少錢 我說我會努力去幫你料理 希望你盡快康復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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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一天來拿兩天的份量 或者一天來拿三天的份量 這樣 這樣 相安無事 她就說她做這個 生物共振 其實我之前不太知道是什麼 生物共振 療法 這樣 這樣 我一直都覺得她會痊癒 很快就會痊癒 這樣 怎知道她去做Pet scan的時候 就發覺 她的聲音 散到周圍 因為她的癌症 是軟組織的癌症 那一種是特別兇的 我沒有在她面前說 我也不想說 她是散播得特別快 特別兇 以及 這個癌症 傳活率是相當低的 OK 當然你要鼓勵她 你鼓勵她 你想她 不要擔心 你擔心 沒有用的 你有這個病 最重要的是 專注於癌症 OK 好了 那 一照了之後 很害怕 肺又有肝又有 周圍都有 蛋到周圍都是 double 了 變了很多 接著 她的腫瘤科醫生 就跟她說 你盡快做法療 她說她本來是不想做法療 但她現在要盡快做法療 好了 又隔了幾天 就收到什麼 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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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 按回 prarata 按回禮 推回錢給我 她說 因為醫生說 要均衡飲食 還有 食物隔夜沒有益 我照讀給大家聽 由於病情 明年始料不及的變化 嚴重了很多 治癌菌太惡 剛剛見了醫生 見了明天馬上做法療 並且已經決定 醫生吩咐 不要吃生同餐 要均衡飲食 不要吃生同餐 所以 我前晚拿的生同餐 我只吃了三次 我不想浪費 想給你 我的生同餐 要取消 和按比例退款 這樣 我就發給她 OK 我就說 我給你的生同餐 包括薑黃菜 有超過六千份研究薑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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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他們發現薑黃素和其他藥廠所生產的藥物相比 他們的效果不雅與不差 甚至比他們更優越 OK 這樣 甚至也有 檢查了 是灑進去 那些癌症核 裡面 那些癌症核 是馬上刮老 馬上死 而當你的血液裡面 有相當高的薑黃的濃度的時候 那些癌細胞是沒有辦法擴散 以及沒有辦法生長 OK 英文 我廢時翻譯 我照讀給你聽 of the 6000 plus studies referencing curcumin the most interesting finding is when turmeric 即是curcumin is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medicine 傳統的醫藥 its benefits equal that of many pharmaceutical medications if not better in fact a number of studies have even reported that using curcumin is more OK is better than certain prescription drugs 我想問你 你的醫生有沒有跟你講一樣東西 probably no 為什麼呢 沒有跟你講過為什麼 因為第一可能他太忙 他沒有看過 這一份東西 oh by the way 這份東西 在2007年的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都有出過的 但是醫生太忙 他沒有看過 第一 第二 有可能 ok 醫生平時都不喜歡看這些 medical journal 因為他太忙 他有自己的生活 他有他的忙碌 ok 所以他沒有看 所以他不知道 第三 醫生的 medical training 裡面是不包 這個 nutrition 這一部分 我說過的 不相信你們去 check ok 第四 當然我們不希望在這個 case 但是 醫生是需要有病人 他才可以 ok 去carry on the practice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ok 好了 再讀了 在一個2007年的 American study that combined curcumin with chemotherapy ok to treat cancer cells in a laboratory ok 就是2007年 美國有一個 study 就是將薑黃 和化尿一起結合 在實驗室裡面 去治療某一種癌病 發現他們combine 結合了 效果 是好過只是做化療的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States 就是美國癌病協會 我照譯 清楚表示 就是說 在化驗 在實驗室裡面的報告顯示 curcumin 是會阻折癌細胞成長 發育擴散 還有發現 薑黃素 在有癌細胞的白老鼠裡面 是能夠阻折它 ok 有cancer causing的em signs 就是有一些酵素 去令到癌病生長的 是會阻折這件事 ok curcumin 都會有receive到 很多正面的回應 正面的加許 按照它的ability 去reduce tumor size ok 縮癌腫瘤的size 和kill cancer cells 殺死癌細胞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recommend 的supplement 不是 out of nothing 不是失一無神 自己發瘋 我覺得這隻好 我是有go through 很多的study ok 我是 believe it or not 我不是煮東西拿著 夾子 我不是拿鍋鏟 我拿夾子的 的時候 我就在看這些 的study ok 所以 trust me 我給你們 cancer patient 我recommend 你們吃的supplements 第一 它不是藥 全部都是天然 例如薑黃素 例如西蘭花苗 例如6月4日那一集 一張照片 你見到 開了煙花 這麼多的血管 那個癌細胞 四個禮拜之後 可以全消掉 那個叫 allegic acid from berries 維他命E 其實你們是吃這些 我也是在吃這些 我媽媽是在吃這些 因為我真的很想 你們一個月之後 再檢查 你們的癌細胞 我最希望是全消掉 如果不是 我都想你跌到 剩下1成 2成 3成 其實效果很好 坦白說 為甚麼 為甚麼 你們要做得這麼困難 這個案子 他先生來跟我道歉 就說 對不起 我太太那麼魯莽 你當我沒有聽過 我繼續煮 誰知道他又來了 他太太又來了 他太太又來了 這次就說 我喜歡吃豬手 但我希望所有的菜 你要煮熟 不是 你不要煮熟 所有的東西 你生的給我 這樣 因為 翻熱的食物 是有害的 我要盡量新鮮 OK 然後這個時候 我還是問他 我說 其實是否真的 scientificly proven 是否真的 是否真的 都知道 是否真的 都知道 菜花熱 是有毒的 這樣 這個時候 其實我想回應一件事 就是 是人都知道 太陽不見了 就是被天狗吃了 是人都知道 游水 不要游那麼出 行船 不要走那麼出 因為你會跌下去 是吧 當在這個科學 天文學 證明 原來 日式 不是天狗 食日 當 在 加利略 如果沒有記錯 OK 發現地球 其實 是轉的 而且地球 不是平面的 之前 大家都是這樣想的 是吧 接著他就 發了連結給我 就說 無線 CCTVB 就說 我當然是戲都沒有了 我戲都沒有了 我也要回應他 因為我是一個負責任的人 我就找了一條這樣的片 OK 你們先留著言 好嗎 我呢 就轉頭 發給你們看 OK 我發了什麼片給他 在哪裡 等我一會 你們先留著言 說著 我先找他 OK OK 嗯 因為那個是中文的 我明明記得 嗯嗯 他在哪裡 等等 我還要想怎樣找 嗯 嗯 翻熱痣癌 不如好嗎 我們現在試這些痣癌 翻熱食物 OK 看見不見到 然後去Videos 然後去Videos 嗯 嗯 做什麼 簡單來說 我在我未找到之前 我也要先說 OK 那麼 2016年 其實已經推翻這件事 是的 營養師也有走出來說過幾次 就說呢 其實這件事 不是這樣 不是你們理解這樣 OK 是的 嗯 激死我了 居然找不到這條片 太過分了 這樣 Anyway 我先找到 OK 如果你說 他說這件事是真的 我也可以跟你說 那 誰人都知道 氧氣 是助燃的 沒有氧氣 就不會 那些火就不會生 還有不會爆炸的 那你這麼擔心 那你會不會不透氣呢 你不透氣 那 就沒事了 是不是 你不透氣 就不會氧化了 那個人 還有 那你透氣 會不會身體 自行起火呢 人 真的會 有人是試過自行起火的 即是 self combustion 自己突然之間著火 是不是 那你透氣 就會自行著火 如果是這樣 那你又透氣 是不是 即是 是很荒謬的 很荒謬就是 就算2016年有人推翻了 營養師走出來說 不會的 大哥 不是這樣 他也是要 聽完之後 他也要相信 而這些是 pseudo science 即是藝科學 那你有什麼辦法 最重要你是控制不到 他什麼時候會聽到 哪一個姨媽 哪一個姑爹 哪一個親戚朋友 說一句 不知道什麼 給他聽 OK 那所以 我跟他說 OK 可以 沒問題 可以 好 我不想你將來有什麼 可以 你要生 我整個生的西蘭花 生的椰菜花 給你 我就給了半隻生的乳豬給他 打橫開 就是這樣開的豬 OK 就這樣給了他 對了 你自己回去處理 我連起骨也不幫你 你自己搞定 他 因為我已經沒有辦法 再去處理這些 這樣的 案 我又想說 你相信東張西望 對 東張西望 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不會看無線 我有印象 他說黑糖有益 你現在不吃 是不是 醫生說均衡飲食 你問他 是用鹽水做 還是用糖水做 這個案子 我見過 他先生說 不如你見一下 跟他聊一下 解答一下他的疑難 因為我 用了一個多兩個小時 坐下來跟他聊 想著解決他的疑難 誰知道 你以為你解決了嗎 一會兒 他又不知 看了東張西望 或者聽了哪位 兒媽姑爹說完之後 又變成這樣 你是很無奈的地方 就是你出盡力 你把心放進去 去幫他 and they don't understand 他相信無線 你明白嗎 無線說黑糖有益 是 他相信無線 他相信氧氣會載燃 身體會自然 會自己爆炸 你有什麼辦法 大哥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So what I'm going to do 我已經說了 我不會再煮給cancer patients 不會 我不會代勞 I want my life back 我想去旅行 你猜我會不會 under正常的情況之下 我坦白說 我是一個好吃冷飛的人 我是喜歡睡到晴不醒 然後去做瑜伽 然後看有什麼要買回家 買完之後回來就開工了 這樣 OK 現在呢 沒有 沒有得這樣 因為很多cancer patients their lives depend on you 你怎麼偷懶 是不是 我媽媽要我帶些東西過去給她 我都不帶過去 為什麼 因為我要顧著這群cancer patients but guess what 我傳一些research 一些study 傳給他們 連覆都不想覆他們 應都不應 原來我在這裡跟你們說 你們都還會給我反應 但原來他們是不會的 那 I'm so happy to say 過了這個月 我做了這個月 我就不會再做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你給多少錢給我 我不會再煮 I won't OK But what I will do 我不是見死不救 OK 我會做些什麼 就是 我真的受這位太太的啟示 啟發 我會執一代代的東西給你 OK 因為你可能外面真的買不到 沒有激素 沒有荷爾蒙 沒有抗生素的豬牛羊雞 可以 我有 我有供應 我都以為我幫你省錢 因為我供應給我 我便宜過你自己去City Super買的 但原來 不可以的 因為無線告訴你 翻譯會致癌 OK 不要緊 那你自己以後自己去街買 那你便不會跟我說 你做的東西跟朋友自己做的東西差不多 Well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anymore OK I really don't want to be involved anymore 坦白說 第一個 我剛才提到那個阿太 那個阿媽 那個四期肺癌 即是說不吃飯會沒力 吃東西不要太油 還有就是 飯後吃水果 那個四期肺癌 我坦白說 她的兒子現在找我 我也不想回覆 你問我 她現在分分鐘聽著那個節目 你為甚麼不跟你媽媽說 她是四期 如果她知道自己是四期 她可能會比較理性 她可能不會那麼刁橋扭令 那麼 沙文魚也不喜歡 這個也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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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可能她會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 她會更加理性 那你不說 你瞞著她 是不是 那 Anyway 如果我一個多月 我是不需要煮給這些癌症患者 我去了日本 我去了看我媽媽 所以我現在很期待 我七月我是可以的 為甚麼 我平時煮東西給我 那些正常的客人 你當八百元 我煮給癌症患者 每天三餐加起來 所有東西 飲食所有東西 全部入口 貴都無論 又是八百元 我煮給正正常常 一個客人健健康康 6th course 又是八百元 那我為甚麼不選舒服一點的 來做呢 對不對 那麼難受 所以 不 但是我煮給你們 是啊 包括 我滲完了 你們聽我滲了五十分鐘 包括 就是如果你想生酮 但是你不知道 你現在做的事情 對不對 那些東西在哪裏買 還有怎樣可以 避免到Keto Flu 我幫你 一個叫做Keto Starter Kit OK 就不要 甚麼了 不要跟我說你要甚麼 我不管你了 我沒有那麼多時間顧 總之我製了一盒子 給你裏面 OK 有了你要開始生酮 所需要的東西 OK 包括 電解質 包括椰子油 包括 包括 all kinds of supplements 蔬菜 總之整套東西 我想起 想好了之後 我寫個清單出來 有甚麼東西 total多少錢 想生酮的 你想要的 你跟我說 OK 我一個星期會定兩天出來 銅鑼灣交收 That's it OK 你不一定要光顧我 你自己買也可以 沒所謂的 是啊 但是你買的 除了是那套東西之外 就是我的know how 我懂的東西 去希望幫到你 譬如說 原來 會累的 可能會累的 因為你的身體未完全適應到 用脂肪之前 你會累 那 為甚麼會累 有甚麼方法 我裏面就收拾給你 有一個liquid的 Vitamin B complex 你要告訴你 你生酮是for cancer 我收拾給你的東西 有不同 你要告訴你生酮為了減肥 我收拾給你的東西 有不同 你要告訴你生酮為了 練肌肉的 我收拾給你的東西 有不同 你要告訴你生酮為了糖尿病 我收拾給你的東西 有不同 OK 總之就是 這個 Keto started kit for 四種不同的需要 好嗎 OK 那 我就這樣 我甚麼了 那跟著 另外 就是 你收拾了一次的Keto 你收拾了這個 Keto的started kit之後 你將來你說 我想要蔬菜kit 可以 我都收拾蔬菜kit 給你 OK 裡面一盒裡面 蔬菜可能夠你吃三天 四天 其實大部分 你可以放進冰箱 你千萬不要相信 放進冰箱 那些營養會流失 然後會甚麼甚麼 那些 It's perfectly fine As a matter of fact it's actually better because 它沒有一個 壞死的過程 你在最健康 最生悶的時候 就塞進去 它就freeze了 在裡面 Actually it's better 好嗎 是啊 是啊 你馬上去CTuber看一看 你就會明白了 嗯 是啊 啊 請我助理幫我和病人解釋 我想告訴你 不只是病人的情緒 很難理解 很難 manage 連我的同事 搞癌症都搞到要辭職的 你知道嗎 他一辭職 我甚麼都不用做了 我連我自己本身 做的事都要停 所以 It has really cost me a great deal 所以 I won't do it anymore 講完 OK? No more Thank you very much 效果 你們覺得很好 怎樣都好 我都真是 對不起 OK 你回去自己住 這樣 那你 第二件事 我要做announcement 就是呢 和我接下來 share一個 和Cancer沒有關係的個案 你覺得我會分享的 OK 那是甚麼呢 就是做consultation 如果你信得過我 你覺得 即使你今時今日 都未拿到牌的了 OK 但我覺得 你說的都似是有門有路的 都是 我都相信你了 這樣 我也想見一見你 譬如把我那個 叫做化妍報告 或者是 我現在有些symptoms 譬如說 我很累 我每天都很累 我睡得也很累 而且我個人很猛 我會忽冷忽熱 我 生同樣之後 不知道為甚麼 會見頭暈的 我經常都很口渴 你懂 我高血壓 如果你是覺得 你信得過我 你可以約我 見面 做個consultation 我會收你錢 因為我現在在籌組學費 你明白嗎 OK 我收回你幾百元 for consultation 然後我會recommend 你做些甚麼 例如 B型有牌的瑜伽治療師 我會跟你說 譬如你有 fatty liver 你有脂肪肝 我會教你 有一些色子 是幫助肝的 OK 我繼續說這個 脂肪肝的例子 譬如有些色子 是幫助肝肝的 OK 哪幾個我會教你做 然後我會跟你說 你要喝 蘋果忌廉 加檸檬水 然後你要避免吃甚麼 你要多吃甚麼 有甚麼 會對你的情況有好的幫助 我會跟你說這些 我絕對不會開藥給你 因為我不開藥 可以坐牢 我會推薦的是 健康食品 補充劑 OK 譬如我會跟你說 你這個Case 喝綠茶是好過 飲保理 舉例 你明白嗎 這些情況 前提是 你要不介意 我是未領領牌 如果你說 你不行 你沒有拿牌 我不會相信你 那你就不要找我 那我為甚麼會做這件事 因為 我籌組學費 我媽媽 很好 其實我媽媽變了很多 我媽媽跟我說 她說 乖女兒 你學費 媽媽賺了你幾萬元 我是很驚訝的 因為 我媽媽 她沒有工作 她練習很大 她是用她的積蓄去支持我 所以我不想 我不想要我媽媽給錢 當然到最後 如果我真的不夠錢 我是會 如果你們不介意 我沒有牌 你覺得你信得過我 我可以做這件事 給一些健康的提示 一般醫生不會跟你說 因為醫生沒有健康的訓練 他不會跟你說 還有 有機會他會被警告 如果他說這些 因為我真的知道 有些外國的醫生 我有名字 他是被警告 因為他說 教患者不要吃糖 你想想多恐怖 背後的機器 有多大 這些說話 也是營養師不會跟你說的 因為營養師會跟你說 你要吃碳水化合物 金字塔是怎樣怎樣 金字塔 我稍後會有一個 很棒的故事 告訴你們 所以我就是 營養師和醫生 都不會跟你說的 我會跟你說 吃什麼補充 到底吃靈枝包子好嗎 還是你應該吃蟲草 還是什麼 你不用 你不要想著 我一定會逼你 黑銷你 你一定要讓我去買 這些補充 不是 你可以自己買 但如果你信得過 你覺得我選擇的 會比較好 那你就叫我幫你買 總之 我不知道 我現在在籌組學費 我又覺得太貴 你幫不了人 但接著我又看到聽眾 就說 你太便宜 人家不相信你 還有人家不珍惜你 所以我不知道 你們覺得應該收多少錢 給一些意見 是的 我可以Keto pack anytime 我現在看看你們的留言 好嗎 Yeah 我Keto pack anytime 譬如你今天 跟我說 我會集齊所有的 order之後 一個星期之後 pick up 因為我是訂回來的 我全部都不是 local 全部都 OK 對 Stanley Yao說 That means chemotherapy actually help spread cancer 我有一篇 我是想讀給你們聽 那篇 我不知道今天是否可以試 因為我生了太久 Sorry OK OK 好啊 不要煮的 謝謝你 我說錯好聽 我這裏沒有說粗口 我不敢說 這裏 這裏是正經的 做好事是難過做壞事很多 沒錯 其實你想想很簡單 我煮得很好吃 這樣 裡面加了很多東西 埋醬 我就這樣買一罐頭 回來砍下去 是好吃的 是不是 我的東西花枕多些 對我來說有一點 OK 不用捱鬧 一定好些 但是很難的 我煮Keto Pack 你們要的 你出聲 好嗎 那裏面 我就覺得會有些什麼 例如 好的海鹽 即我覺得Essential 一定要有的東西 好的海鹽 Stevia 你經常說買不到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就是 這個 電解質補充劑 然後 然後 有些製品 是有需要的 煮食用的油 然後 加進去 擠進食物 吃到不是煮的油 然後 譬如沒有糖的巧克力 沒有糖的花生醬 即球技 我暫時想到這些 OK 可能會有更多東西 Nutritional yeast 總之must have 然後 生菜包 我想裡面有魚衣金藍 西蘭花椰菜花 包子金藍 即brussel sprouts 然後 那些 reddish 和波波裡面 白色的都是十字花科 這種很有益的菜 Arugula 那些 等等 你們看到 你們說要Keto Pack 那些 麻煩告訴我 600-800元 一個Session Adrian Lau 我想問你們 一個Session 是多長 起碼一萬元起 嘩 你會不會 拿來了一點 600-800元 但是 多久呢 Steven's很容易買 但anyway 不要緊 有些人可能很忙 真的買不到 那我就 15分鐘 一千萬 嘩 你們會不會 拿來了一點 OK anyway 好了 那就 對了 剛剛提及過了 還有 Keto Keto Star Ticket 還有 Feggie Pack 還有 可能我們都可以有海鮮 Pack 還有肉類 Pack 但這個就要小心了 就是因為你們 拿來拿出來的時間 你要立刻 告訴我 我要很準時 因為我要在冰箱裡 立刻撿出來 放進保鮮袋裡 保持冷 還有我還要買 一些 一些 Ice Pack 放在裡面 OK 好了 我們講正經的東西了 好嗎 謝謝你們 聽我盛了這麼久 我真的很不開心 說真的 其實 Glass Fat Butter Like a Nation 不是不想買 是 香港太貴 六十多元一塊 對 六十多元一塊 所以 我也不知道怎樣 對 嗯 anyway 好了 我們講正經的東西了 正經的東西 就是 Ansel Keys 記不記得我不是說 現在的那個 食物金字塔 到現在還是那個 其實我想播一條片 我又會很愚蠢地 放一條片過來 給你們看 from youtube 我已經 是調整了時間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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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先開一聲 等等 The great philosopher and Dr Hippocrates talks about that your medicine is the food and that the food is your medicine yet it's history and the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diterranean diet is a story of flawed scientific research clever marketing and powerful political influence there is jobs it is also the story of Ansel Keys the most powerful man in the history of nutrition this is Ansel Keys private collection when he sold his house he couldn't take the books back with him and he left them all to the museum for 30 years Ansel Keys lived and worked amongst the people of Pioppi a small village south of Naples My grandpa Enrico Riso Keys and my grandma Emilia he was a close friend of your family My grandpa is the first friend one friend not more when the war ended Ansel Keys turned his scientific curiosity toward the new American plague as he called it coronary heart disease they show that this problem here in America is the worst in the world the project to study 12,000 healthy middle aged men in seven countries began in 1958 Keys would become famous for his demonizing stance on cholesterol and saturated fats and to this day it overshadows much of his work the fat or sugar debate raged into the 1970s and keys focused on winning that debate sometimes forcefully his work in defining the lifestyle of the mediterranean people was reduced and condensed into a politically acceptable and commercially viable low fat food message the lifestyle had become a diet although they say this is the original food pyramid i don't think it was actually Ansel Keys who designed it i think it was done after him based on his work absolutely the base of the food pyramid actually should be vegetables olive oil oily fish i've been researching Ansel Keys in the day for about five years now and it's unknown that later in his life he actually tried to publish a paper which redirected some of his earlier work he had become concerned of how his work had been interpreted and he was in his late 80s at the time and dr steven finney in the u.s. met him and ansel keys produced a paper and said he was furious that he could not get this published he reached into his briefcase and took out a manuscript he said look at this manuscript it's been refused by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jama 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 he said i can't get this paper published he was furious yes ansel keys was quite upset about where it had been interpreted because i think when he lived here in Pioppi it was very much the lifestyle as i said the pleasure of eating ok 我會解釋給大家聽 為何會提到一個地方叫Pioppi Pioppi就是最近他有一本書 就是剛才那位很年輕的 他的樣子很年輕 那位英國的心臟專科醫生 Azim Maholta 他去講的 他去讨讀Pioppi的 diet 因為Pioppi的人很神奇地 八九十歲 會走走走沒有病沒有痛 過一百歲的都多 他就是一個quintessential Mediterranean diet 大家都聽過地中海飲食都沒有健康 但是你看到所謂的地中海飲食Pyramid something is not right 因為底部是bread, pasta, grains and we know it's not true 你看到剛才那個Dr. Maholta 他就是說底部是魚油 對,還有vegetables 你想清楚底部是魚油和vegetables 是什麼 就是ketogenic diet 就是生酮飲食 他們那個refined carbs 不是這個Pioppi 為什麼Pioppi是quintessential 就是真正地中海飲食的核心呢 因為意大利南 意大利北部有錢 受到法國、瑞士的影響 OK? 那你吃的東西 已經是西化了 譬如說Piedmonte 裡面的pastry做得很漂亮 有很多是和French 大家在同一個pastry 有兩個不同的名字 舉例 OK? 所以你不要想著 意大利一定全部都是橄欖油 橄欖油 然後橄欖油很健康 不是 它跟中菜一樣 不同的地區的影響很大 就是廣東常用村菜也差很遠 和湖南和東北菜也差很遠 所以Pioppi為什麼是quintessential 就是因為它窮 你小猜不到它窮 OK? 因為它太窮的關係 它不能夠入口一些很名貴的 很漂亮的東西 它不可以餐餐吃pasta 它們沒有的 因為它有海 它在Naples一個小時車 有很多小小的魚 就是吃魚 橄欖油 這樣就一餐了 OK? 他們呢 How often 他們吃甜品 你知道他們 喂 香港人最喜歡什麼 吃完飯就吃糖水 是不是? OK? 吃西餐就一定跟著甜品 他們是禮拜天 開完教堂 感恩地 就有一份小的甜品 香港人對意大利菜 意大利菜的理解是很片面的 很sad的 例如你會覺得 一定是紅蝦 truffle 蟲露 這些貴的東西 其實不是 真真正正的 很core的意大利菜 是窮人料理 我意大利文不好 但是我照讀 英文口音的意大利文 是Cucina Puffera 即是窮人的料理 窮人的菜 POP就是出名窮 窮到 在什麼地步 意大利南部窮到 有一隻pasta 叫Trophy Trophy 就是一條 好像以前的電話 有一條軟軟的電話線 好像那條電話線 但是很幼的 有個很sad的story 就是一個婆婆 她說很窮 她家裡連蛋都沒有 她無法買蛋 太窮 買不起 她就看著麵粉 和水龍頭 家裡有一把爛蟲 她就拿一把爛蟲 來做麵桿 即是那條棍 去搓麵 就這樣麵粉 加水 搓搓搓搓搓搓 之後 就用那條遮棍去搓 所以為什麼那條電話線 這麼幼的 就是因為是用遮骨 去搓搓搓搓 沒有人知道這些 這麼sad的story 譬如你吃pasta的時候 即是意大利的綠色 青汁的時候 你不知道其實pasta 就是Gun Trophy 是Liguria的一個特產 就是意大利南部的窮人料理 但是你不要管 窮人的壽命 比北邊的有錢人 supposed to avoid 到好的醫生 因為他沒有 他不是大魚大肉的問題 是因為他們 經常都沒有東西吃 亦都是呼應我們上一集所說的 Intermittent Fasting 即是輕斷吃 當你身體輕斷的時候 你是會產生很多很多的好處 而這些好處 是在不斷地喪食的情況下 是做不到的 是醫藥做不到這個效果的 OK 好了 那麼 他POP 這位醫生 Azima Holzer 他出了一本書 我也訂了 那我回來 我看了 看完之後我會和大家分享 但是 At the top of my head 我可以直接跟你說 就是他們不是用椰子油 它主要的油 但是是橄欖油 即是他們煮的橄欖油 就是用一些便宜些的橄欖油 即是第三炸 第二炸便宜的 因為沒有那麼貴 但是漂亮的橄欖油 它就會擠上面 我記得我以前開餐廳的年代 有一次有經理走進來問 跟我說 他說客人投訴 那些食物太油 我真的反眼 你知道嗎 即是 不懂得吃到這樣的地步 那些是Liquid Gold 是對你身體很好的東西 OK 我爸爸 我媽媽吃了三十幾年的 降血壓 降膽固醇 藥 比橄欖油 一個半月搞定了 所以如果你是有高血壓 高膽固醇 Like I said 椰子油和橄欖油 你一定要用多一點 不要省 因為它是 It's more than food It's medicine It's medicine It's 補品 OK 吃很多fatty fish OK 吃魚 吃多一點魚 是生酮飲食 是健康 沒錯 但是生酮飲食 你也可以吃得健康 可以吃得不健康 為什麼我說吃得不健康 它的不健康都比你吃粥粉麵飯 揚州散飯 乾燥牛河 餅乾蛋糕 Macaroon 一定會健康 However 你可以是 超級健康 我待會會教你 我認為超級健康的食法是怎樣 OK 也可以是餐生在街上吃的 餐生在街上吃的問題 會是什麼呢 現在是第二個重點 我要說的 就是 為什麼這些所謂的健康的油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的油 例如什麼呢 芥花籽油 大豆油 Cotton seed 棉花油 葵花籽油 OK 花生油 粟米油 這些名字很熟 為什麼這些油 會嚴重 它會害死你 Literally 害死你 過去五十年 它會告訴你 主流傳媒 CCDVB 即是花熱送去致癌的 那個台 跟你說 這些是健康的油 你看看 過去五十年 是飆升的 以前很少人 是用這些油 但經過傳媒機器的大力推廣說 這個saturated fat 是對你不好 反而這些 poly unsaturated fat 是對你好 之後呢 你看看這幾十年發生什麼事 心血管疾病 倍升 癌病倍升 糖尿病倍升 There must be a reason There's a connection between你吃的東西和你的身體健康 對嗎 OK What is it 讓我告訴你 那個問題就是 在於 我們又去到Ancel Keys Ancel Keys 當年 他為了要贏英國的另一個醫生 一個科學家 贏那個argument 到底 現在 這麼多人 致命的心血管疾病 到底是糖的問題 還是脂肪的問題 由於英國的科學家 是佔上風的 這個時候 Ancel Keys 就要想辦法去贏別人 他就做了這個所謂的 Seven Countries The Survey of Seven Countries The Study of Seven Countries 找了一萬多二萬個中年男子 他就說 低脂 是不飽和脂肪酸 就好了 這樣 你聽不聽到 我剛才給你看的影片 他到後期 他自己是懺悔 他知道自己是壞 他知道他玩得太大 你一時意氣 為了贏 你是害了 不止一代人 今時今日我還在問人 有沒有人不敢吃蛋 有沒有人不敢吃肥肉 大把 Ancel Keys 現在應該在地獄上燒 我告訴你 即使他到後期 他到八十幾歲的時候 你知道人之將死 其然也善 的時候 他想推翻自己 年輕的時候 因為一時意氣 因為意氣之爭 而說的話 但是你發現 剛才另外那個醫生 Steven Pinney 都出來說 即他都作證這件事 就是說已經推不回 為什麼 牽涉太多的利益 因為 你整個pyramid的底 你想想那裡 在養多少人 多少的serial company 糖公司 飲品公司 是involved在你的金字塔的底 你猜今時今日 你還走出來說 當年是我衰 我懺悔 我衰仔 你給我機會 做個贖罪卷 你猜有沒有人理睬你 的確是沒有人理睬的 是沒有人肯燈的 他生氣得震 he was furious but guess what 我不同情他 當日如果你不是為了要威 為了要贏 你去做一件這樣的事 這個是你知識奇果 Encel Keys 但是我爸爸 和周邊很多聽眾的爸爸 媽媽 身邊的人 不需要因為你的義氣之爭 而賠上性命 有一個documentary 叫做The Widow Maker 就是寡婦製造者 不就是cancel keys 不就是這些食品公司 OK 說真的你問我的醫生 they don't really know because他們沒有受到 nutrition的training so far我是只有一個patient 他的醫生 他的腫瘤科醫生 是說生酮飲食是好的 因為那個醫生 我相信他除了自己的忙碌 和他的生活之外 他都有關心 其實那個scientific world 到底發生什麼事 有什麼新的發現 有什麼evidence 有什麼medical journal 出了支持什麼 他有看 但是不見得 其他醫生有 OK 好了說回這些 所謂健康的 芥花籽油 蘇米油 蘇米油 花生油 怎麼這麼嚴重 OK 因為他們不穩定 記得我用過一個比喻 如果飽和脂肪 是一張桌子 四隻腳 打牌 大家在吹水 四個師奶很開心 說自己老公壞話 你突然之間跟她說話 離間他們的感情 OK 你說不行的 陳師奶在背後說你很多壞話 還有張師奶對你老公眉來眼去 還有另外那個 林師奶 我看到她打你的兒子 OK 那就不成局了 因為你相信了別人的殘言 對吧 OK 過去幾十年 我們相信了Ansel Keys 我們相信了所謂的主流傳媒 包括和你說 說翻冰賽會致癌的CCTVB 的殘言 就發生什麼事呢 你就沒有牌打 OK 你就變了 眾叛親你 你變了 林太 林太 張師奶 和陳師奶 都不跟你玩 你沒有了 這樣 因為不飽和脂肪酸的問題 就是她不穩定 到今時今日 我還收到很多人問我 就是說 報位療法好不好 Cancer patient 問我 報位療法好不好 我昨天要分享那個案子 我要儘快說 或者今天加時 如果你們不介意的話 講長一點 對 跟我說她買了這個 369油 Omega 369油 吃了覺得沒有什麼效果 然後她現在又買了這個 Flex seed oil OK 我跟你說 不要浪費錢 千萬不要浪費錢 因為她們太過不穩定 她不穩定 做什麼呢 就是她一熱 OK 熱不是說要到一百七十幾度 二百幾度 是暖一點也不行 OK 或者照射到強光也不行 還有 氧氣也不行 但是她想怎樣 真空埋下地底 還要是 在阿拉斯加 這樣可以 OK 那你是不是住在阿拉斯加 你是不是在地底裡挖她出來 不是 就是 我跟別人說的比喻很簡單 所以不要再問我 好沒有買什麼阿麻紫油 我叫你不要浪費錢 為什麼 除非 你在美國生產阿麻紫油那間廠裡 看著它 冷壓一點點 油出來 OK 然後立即 先喝一口 這樣 這樣就沒問題 而且你還要確定她的廠裡很黑 冷氣開得很冷 OK 而且氧氣很低 好像高山的效果 否則你喝來也無謂 很簡單 我問你 她生產完之後 她入瓶 來到香港 我舉例你在SOGO買到這樣 我問你一個問題 很簡單 SOGO晚上關不關冷氣 你回答我 那你就明白 OK 你會說 不是的 它有冷凍櫃的 它有冷凍櫃的 如果是 我記得City Super好像是 SOGO 我不太肯定 你自己去找 那 你當它是在雪櫃裡 那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它是否從生產到 你手上全程都冰住呢 簡單 那你就知道 油還能喝不喝 換言之 如果Flexit Oil是這樣 你覺得你在超級市場 衛康白街 貨架上買到那一種 花生油 粟米油 葵花籽油會怎樣 很簡單 不用問 對嗎 當你的油 曾經暖過 曾經見過 又曾經接觸過氧氣 它會瘋狂地氧化 這瓶 你喝下去 你就會發炎 豬仔 對吧 還要你平時的飲食 抗氧化劑這麼少的時候 即是蔬菜 OK 是的 或者那些直化素 例如Ligopin Curcumin 那些 是這麼低的時候 你再加油下去 那你就出事了 很簡單 你是心血管發炎 又或者你是Cancer 搞定 講完 OK 即是 飽和脂肪 例如椰子油 例如牛油 例如豬油 你煮它沒問題 它見光又不死 它見到氧氣又不死 它熱也不死 總之你不要太熱 他們那些 那些三直油 大約你預算是170度左右 穩固點起見 那你不要用來炸東西就可以了 你不要輕輕炒一下 那一定可以的 是沒有問題的 還有上一集都說過 如果你要煮東西 你會找一些 Refined 精煉過的東西之後 你不要以為 精煉過的東西之後 有什麼問題 是 它隔了 例如什麼出來 它隔了 烤素 那些 蛋白質 隔了這些 那就是沒有那麼有益 我也是 但是 你要的是什麼 你要它的中鏈脂肪酸 它經過一些 你當是濾網 那些 酵素 和那些 維他命 或者蛋白質出來 它那個中鏈脂肪酸的結構 就是C8 C10 C12 OK 這個就是 Caprilic Acid Caprilic Acid 和這個 Lauric Acid 這些它沒有變的 它的 structure 不會動了 你明白嗎 但如果你說 我只要加進去 例如我現在這杯 奶茶 OK 那你儘管 用最美的 即是平的 叫Centrifuge 的Coconut Oil 或者你用Extra Virgin 也可以 但煮東西 你不就是用精煉 因為它的smoking point 高一點 你記住 意大利菜有一道菜 是一個災難 是什麼呢 就是好吃的 不過Ravioli With brown butter and sage OK 即是意大利雲吞 加這個 焦 怎樣說 燒焦了的牛油 brown butter 再加sage 薯味草 為什麼butter會brown 就是裡面的蛋白質 和糖分焦了 就是這麼簡單 OK 焦了會怎樣 氧化 你吃了氧化 就出事了 是致癌的 OK 你真正致癌的 是你吃的油 我簡單說不定 和你的糖分 所以What is a deadly combination 就是飯後的水果 加飯裡面的粟米油 花生油 你想死你就這樣吃 OK 好了 為什麼這麼嚴重 氧化了會怎樣 你說我不太發炎 就吃燒鹽藥就可以了 啊 OK 但是我想告訴你 其實從來 從來 從來 你找到一份話 告訴我 我立刻 做什麼都可以 你要我怎樣都可以 從來沒有 一份東西 是說過 一份medical research medical study 是說過 膽固上 是構成 心血管疾病 一份也沒有 你可以想像到 這個傳媒的威力 去令到你相信 膽固上害你 有多嚴重 我告訴你 你不吃膽固上 你身體也分泌 你身體每天都要製造二次unit的膽固上 為什麼 沒有膽固上 你是不會製造到 荷爾蒙 說完 你的腦也需要膽固上 OK 所以 你不吃 他就製造 你吃他就節省力 不用製造 他更多謝你 哎好耶 你幫我製造 我不需要製造 OK 好了 但是 你如果吃我剛才所說的 即是 不知一個貨擺放了多久 又被強光照過 然後溫度又有偏差的椰子 sorry 粟米油 大豆油 葵花籽油 花生油 如果你吃這些的話 它就是什麼 它是oxidized 氧化了的LDL cholesterol OK 一些它是會黏住你的血管壁的 這些就會最終做了什麼 令你爆血管 令到你的血沒有辦法過 令到你有心血管疾病 OK which poorly 陰功就是我爸爸生前所要經歷的 OK 所以 你現在如果家裡有花生油 粟米油 芥花籽油 大豆油 麻煩你第一時間 看完這個節目 放掉它 OK 換回牛油 椰子油 豬油 沒問題 總之你不要 令它太緊要就可以了 OK 好了 還有 還有 什麼令到我們發炎呢 我之前說過的 其實 就是太高的奧米加6 奧米加6 奧米加6 很多的這些種子油 由於它不穩定 所以它不是發炎的 令你身體 因為它裡面那些氧化了的 LDL 對吧 好了 但是 關鍵 關鍵是在於 為什麼有些人會生肌 有些人不會 在於你吃多少抗氧化物 OK 在於你的飲食裡面有多少個奧米加3 奧米加3哪裡來的 咦 那些四旗肺癌 你不喜歡吃三文魚嗎 哦 Too bad OK 因為 奧米加3 越高 你的身體越不會發炎 我就說 看愛斯基摩人 什麼吃生果有益 什麼吃蔬菜有益 人家有沒有 人家沒有 但是為什麼人家沒事 因為人家不生癌症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乳多 奧米加3 夠高 我讀一些數據給你們聽 我做節目 我是有做功課的 我不是胡亂說 我也很想 但是不行 奧米加6 奧米加6和奧米加3的比例 我讀給大家聽 在 今時今日 叫做2009年 也不是今時今日 但最新是去到2009年 是25比1 25是奧米加6 1是奧米加3 OK 1985年是多少 是12比1 即是雙倍了 這個油業界的力量很厲害 再說前一點 說回1930至35年 是8比1 所以為什麼我上一集說過 就是你想回你小時候 我不是說你小時候 1930至35年 我是說你想回 我們小時候 即八幾年 即七幾六幾年的時候 那時候 沒有這麼多人有癌症的 因為奧米加3 是高很多的 你吃85和09 一對比已經差一個雙倍了 那你明白嗎 但是 hey that is not good enough 你知不知要怎樣 那個ratio 是要1比1 OK then you are completely completely free OK 你有最好的保障 OK 簡單來說 你越少飽和脂肪 就越多 這個poly unsaturated fats 即是 越少飽和脂肪 越多單元不飽和脂肪 即是 越發炎 越生cancer 所以上一集有人問我 就說好不好 吃這個葵花紫油 那些 sunflower oil safflower oil 不好 我看到很多的supplements 為了便宜 裡面塞了maltodextrin 我所說的 它的GI impact 是在110 你糖都在59 你可以110 即是 呆了 而這個填充蜜 在很多食物裡面都加 因為 足料很貴 我當然是騙性 塞一點 塞滿 塞大一點 好 而另外 除了maltodextrin 就是很多藥丸裡面 如果是gel 或者是capsule 即是液體的膠囊 裡面 如果是乾的粉 就是maltodextrin 液體的就是 加了sunflower oil 或者safflower oil 便宜 便宜 所以很難找到 它是用 例如extra virgin olive oil 這些supplements 它貴是有道理的 有它貴 給它貴 所以 如果你覺得身體有些情況 你想跟我談一下 我怎樣可以在飲食上面 supplement上面 運動上面 幫你教你 你儘管約我 我再看你們的留言 你們advise我 就是收多少錢 為多少分鐘的consultation 好嗎 因為現在要籌學費 我又不想武功而有勞 我見到一個聽眾說 吃麥記 包 我覺得你真是前功準確 牛油果油當然是好東西 你拿來炸東西 mct油是沒有味 沒錯 對 對 還有 怎麼說 Refine了的東西之後 都沒有味 我看不回舊的留言 有沒有原因 This is so weird OK 你們加不介意我加時 我想問 加一點點時 好嗎 我想分享一個case 很快 就是我昨天做consultation 的一個case 就是誰呢 就是我很喜歡的一個瑜伽先生 我自己上去課 我亦都建議我的朋友 上去課 很好 很好的瑜伽先生 現在很有愛心 瑜伽的第一個rule 就是不傷害其他生命 其實 他真是貫徹始終 他不想吃任何動物的製品 他想全部都是吃斋 吃斋 可以吃斋 可以吃斋 可以吃到零 可以吃到零 就不可以了 但anyway 為什麼他昨天會約我出來 因為 多謝我們有一個聽眾 是他的學生 原來是我的聽眾 是瑜伽老師 看見這位瑜伽老師 美女 很美女 但有玫瑰座瘡 這段時間 有幾個月 一直都不推 這位聽眾 情太 你好 就跟瑜伽老師說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人 你聽過一些節目 他以前也有來上課 誰呢 所以瑜伽老師就找我出來談 他的情況是 他有很多個月的玫瑰座瘡 消炎藥 又吃過 做了很多事情都不可以 怎麼辦 他現在很困難 他說他很瘋 為什麼呢 他做瑜伽 他又覺得 在學生面前這樣 我還跟不跟上課 是不是瑜伽不行 你弄到自己這樣 街上的人可能會 給他一些很奇異的眼光 他就是一個美女 他不想自己弄到這樣 你換成你是他 你也不開心 真的很多很多 我就問他 你這半年 有什麼變化 你說這半年裡 爆發 爆發 一直都走不了 這半年有什麼變化 他就是搬回家住 我問他 你吃什麼 如果我真的做研究 我是這樣做 他說 他就說 十谷米 南瓜 番薯 紅菜頭 還有他之前試過 部位療法 OK 然後我就說 那你蛋呢 魚呢 肉呢 牛油果呢 那些 他說 我不敢吃那些 他說 他說 因為外面 你知道很多新聞都說 他們那些 有激素 有抗生素 那些 我不敢吃 這樣 他這樣跟我說 OK 我聽到這裡 我就說 OK 我再問你一點點 我說 你還有什麼 他就告訴我 他說 我驚奇不準 他說 我可能兩個月才來到一次 OK 行了 我說 我大概明白 你的情況是什麼 OK 他說 他說 那你之前有沒有看過 我們醫生 他說 有啊 我看過 診施療法 然後那個診施療法 他很貴的 看一次 診金了一千塊 然後他給了一些 製品 嘩 又要買一千多塊 一個禮拜一次 我整份量都給了他 然後我就說 那我怎樣解釋 你這個 驚奇 遲那麼多 他說 他說 我賀爾蒙不夠 他叫我 我就要吃一些 賀爾蒙的藥 這樣 藥 as in supplements 這樣 我聽到這裡 我就說 OK I am ready to give you my thoughts OK 即是我的想法 我的看法 為何你的身體會這樣 我說 Are you ready 他就說 Yes I am ready 我跟他說 第一個問題 我問你 為什麼 你的身體會不離驚奇呢 你覺得 訊息力療法 那個人 就說 因為賀爾蒙不夠 我說 OK 但為什麼 賀爾蒙會不夠 他說 我不知道 為什麼會不夠 不知道 我就跟他舉個例子 我說 那時候 毛澤東 二萬五千里長征 Sorry 在這裡 我說 二萬五千里長征 他很多的女信眾 都停經 You know why Because 你的身體認為你不適合懷孕 簡單 為什麼不適合懷孕呢 因為你不健康 你就不適合懷孕 為什麼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時候 會不適合懷孕 不就是因為你休息不夠 你抬著肚子 你要走那麼多 沒得休息 還要做什麼苦差 怎麼可以 你的身體決定 你不適合懷孕 所以他不排卵 但是現在 我這個瑜伽老師 喂 天天又早起床 又做瑜伽 為什麼他會不適合排卵 不適合懷孕呢 他身體為什麼會這樣想呢 因為他 Under nutrition 即是不夠營養 他吃一些他自以為 他認為很健康的東西 But unfortunately 他的身體不認同 他身體不認為這些東西 是真的健康 我跟他講 我就說 很簡單 一件事 第一 你聽過 有必須脂肪酸 你聽過 有必須按肌酸 我之前節目都講過 有沒有聽過 必須碳水化合物酸 或者必須糖 沒有的 OK 我說 老師 你現在吃的 不論是十谷米 南瓜 番薯 還是紅菜頭 還有水果 全部都是糖 我說 你那些必須脂肪酸 必須胺基酸 去哪裡了 他為什麼要必須 因為你身體沒有了 他不行 我今天就跟他說 我說 你不要擔心 我說乖 你不要怕 裡面會有激素 抗生素 我說 這件事 就算對你有影響 都是在長期有影響 但你一天不吃必須按肌酸 一天不吃必須脂肪酸 他即時就有影響了 那我會不會擔心 將來有一天 我供不起房子 所以今時今日 我有錢 我也不買房子 應該不會的 不過我真的沒有錢買房子 這樣說 你不會擔心一個 很多年之後的事情 而犧牲你現在眼前的健康 我給他的提示 你現在第一件事 你必須每天吃到這幾樣東西 第一 蛋 第二 牛油果 第三 椰子油 第四 魚 每天都要吃這四樣東西 好嗎 好了 吃就吃這四樣東西 那不吃什麼呢 不吃十谷米 不吃南瓜 番薯 紅菜頭 水果 OK 好 好了 那我問你吃什麼 我問你吃什麼 我便開回一訊息給大家 因為我不記得 我要再看 等等我 我發了給他 我便說 我想你吃這些 這些裝備 包括Curcumin 薑黃素 因為薑黃素 幫助你身體 deal with 發炎的狀況 我便說 這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你現在的玫瑰座瘡 是什麼 發炎 還有什麼 你第一時間 就要搞定發炎 因為如果 你的身體 不會發炎 它可以是玫瑰座瘡 它可以尿到炎 它可以像我之前那樣 是腎炎 你不想 其他地方 同時再爆炎 其他更多 OK 所以 麻煩 第一時間 泡 Curcumin 薑黃素 第二 玫瑰座瘡 也有一個原因 可能 是維他命B12 為什麼我有這個懷疑呢 你記住 它很有愛心 它不吃任何動物性的食物 對不對 吃渣的人最容易缺什麼 維他命B12 以及 維他命B 其他的成員 OK 好了 第三 蘋果醋 蘋果醋 好東西 OK 第四 Digestive enzymes 有機會 你身體分解不了某些東西 所以 Digestive enzymes 就是幫你的身體 分解一些 可能令到你身體有 不舒服的 即是叫做 過敏反應的東西 OK 跟著 還有 就是一個叫做 Astasetin 的東西 Astasetin 就是什麼呢 就是蝦紅素 那些人叫蝦青素 它是今時今日 人類所知最強 最有效的抗氧化物 它給維他命C 維他命E 花青素 Q10 全部 都要強很多倍 強多少倍呢 我就讀給你們聽 OK Let me find it 經常都是這樣的 你不找的時候 它就不停在你面前出現 但當你找的時候 它就不出現了 OK 它是胡蘿白素的54倍 維他命E的14倍 維他命C的65倍 最棒的是 它是可以進入你的細胞的所有部分 OK 簡單來說 它可以進入你的血腦屏障 細胞膜裏面 一個很小的 這個用來做護膚品都一流 但是很小牌子有 我知道 Fuji Films Asta Lift 是用的 因為我買了 OK 對眼的健康 免疫系統 是非常之有幫助 血脂 血管 皮膚老化 等等 我就叫它吃這幾樣東西 另外 還有其他也不說 太長 不要浪費時間 我不用教他做瑜伽 因為他教我都差不多了 真的很厲害 但我會跟他說 例如Hot Yoga 你暫時要避免 因為你不想熱力去刺激皮膚 我希望他很快有好消息 因為他有好消息 我也想 將來有一集我們講瑜伽 請他上來做嘉賓 好嗎 就說到這裡 我經常都說 Let food be thy medicine 是Hippocrates說的 醫學之父 讓食物成為你的醫藥 不要認為你的身體 是缺少了那顆藥丸而生病 你的身體是因為飲食失當 和生活習慣的不良 令你生病 所以追本索元 我們要去到問題的癥結 就是要更正你到底有什麼 令到自己生病 拿走了這個疾病的元兇 你就會康復 OK 講到這裡 拜拜